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小朋友轮流利用打蛋器将蛋白打发 直到蛋白变成雪白半凝固状 这是北歇国小在暑假期间开办的快乐小厨师烘焙班 五天的课程小朋友可以学到做蛋糕 还有咸食等多种料理 不仅可以自己吃也能够带回家和家人一同分享 如果是中西餐烘焙全部拼在一起 那这样子比较不会吃油腻 不然每餐都是甜的 所以我们都是有餐插在一起这样子 这天小朋友要做的是水果蛋糕 除了知道如何打蛋白 也要学会如何将奶油糖面粉等各种食材 均匀融合在一起 讲师刘玛玲表示 这堂课最重要的就是让学员实际动手做 除了体验手做的乐趣 经由老师的引导 也可以学习到烹饪的技能 完全都不会做 可是回去有时候会开始种所煎蛋那些的 我都尽量让他们自己本身下去做 将烤好的蛋糕加上奶油 饼干球 巧克力 芒果点缀 色彩缤纷的水果蛋糕就大功告成 看到自己亲手做的水果蛋糕 小朋友都相当开心 也很有成就感 学员表示因为课堂上教的内容不难 所以回家也可以试着做 收获满满 因为老师做的东西几乎都比较简单一点 所以可以在家里做 所以就是会吃到简单可是很美味的料理 因为我很喜欢做东西 小时候跟妈妈做过好吃的 所以我才来这里上课 觉得很好玩 美心国小表示 暑假期间开办的才艺课程 可以培养孩子们的多元兴趣 让学生从玩乐中发掘自己的潜能 也希望透过这些课程 孩子们能够认识新朋友 同时有一个充实而起有意义的假期 介绍人民节目起 新店采访报道 为了增进看展的乐趣 平林茶叶博物馆在茶语王特展中 就借由许多新形态数位互动科技展示手法 生动的诠释古老宫廷茶文化 像是民众可以走进御膳房 一窥驴打滚这些宫廷茶点的制作方式 被动的参观模式在数位化 从此今日已经很难打动民众的心 为了增进参观者的参展乐趣 平林茶叶博物馆在展览中运用了相当多数位科技 近期的茶语王特展就借由新形态数位互动科技展示手法 生动巧妙地诠释古老宫廷茶文化 民众可以走进御膳房 选一盘点心放到感应区 一窥驴打滚八针高这些宫廷茶点的制作方式与特色 另外还能亲手体验清朝宫廷中翻牌子的乐趣 听听宫中人诉说各种宫廷茶世奇闻 清朝有这个翻牌子的这个习惯 那我们在现场呢 我们就也可以让民众体验这个翻牌子的趣味 那翻牌子翻出来的人物呢 则是宫廷那个茶文化里面的小人物 包含御茶房的这个官员 或者是服侍这个皇家饮茶的这些宫女 或者是一些仆役 那其实可以让大家感觉到说 其实宫廷里面的茶文化 其实是非常的丰富华丽 展场中茶博馆也将画作变成了动画 让视觉效果更生动有趣 馆长刘亦如指出 茶与王特展倒进东西方君王对茶的热爱和喜好 也兼容了历代帝王与茶的雅趣意识 带领民众更深入探索宫廷茶室的秘密 我们在这个展览里面呢 特别特别以皇家的饮茶故事为主题 那也告诉大家 历史上有哪一些帝王喜欢喝茶 那他们用什么样子的茶器去喝茶 以及他们在哪里喝茶 他们喝的是什么茶 那相信呢这样子比较特殊的题材呢 是以前呢从来没有在台湾有展出过的 不管是将茶师化为一座失聚流动的梦幻森林 或是将满足塞外饮用奶茶的文化习俗搬到现场 茶与王特展绝对会带来无限的惊喜 欢迎大家来到茶博馆 感受帝王般的茶饗宴 记者是面前门奇 平临采访报导 新北市政府举办113年度 新北市模范父亲表扬大会 由市长侯友宜亲自颁奖给50位模范父亲 他表示每一位获奖的模范父亲 都有一段令人动容的故事 也勉励子女们要及时行笑 珍惜与父亲相处的时光 8月8号父亲节即将到来 新北市政府举办113年度 新北市模范父亲表扬大会 市长侯友宜表示 每一位获奖的模范父亲 都有一段令人动容的故事 能够获选为新北模范父亲相当不容易 在场的爸爸们是每个家庭的重要支柱 也是对社会贡献良多的典范 这一次的模范父亲 我们有这样家庭的模范父亲 高龄模范父亲 原志明模范父亲 这些模范父亲 都有他可歌可泣爱的故事 所以值得我们小时候 长大过程当中 爸爸对我们的点点滴滴的爱 让我们长大当爸爸的时候 我们同样的爱我们的孩子 爱我们这个社会 用爱让我们回到小时候 大家成为爸爸的怀抱 在表演大会上 市长侯友宜亲自颁奖给55位模范父亲 并且致赠经戒指与奖牌 感谢获奖父亲们的辛劳 也勉励子女们要及时行孝 珍惜与父亲相处的时光 另外新店区公所 则以最佳霸主为主题 表扬了区内11位模范父亲 还设计了星光大道 让各位模范父亲 在儿女和家人的陪同下 走进现场 新店区长陈一军表示 父亲的形象大多低调内敛 透过表扬活动 希望让爸爸们开怀畅笑 与家人们度过温馨感动的时刻 记者杨帮友 超方琪新北市采访报道 新北市劳工局举办第11届 新北庇护理发表记者会 首度跨局跨界合作 推出畅游时光 皮革活跃手杖礼盒 以新北特色元素设计出专属图腾 搭配特殊皮料和烫金技术工法 让新北庇护理拥有清创的创意和活力 也展现了新北市多元包容的城市精神 新北市劳工局举行第11届 新北庇护理发表记者会 这次首度跨局跨界合作 联手推出畅游时光皮革活跃手杖礼盒 由伊甸小杨苗 庇护工厂 以及青年局引荐的清创团队 轰闪筛皮革工作室 设计出这款相当具有质感的皮革手杖礼盒 活动代言人蔡上华与两位庇护工厂学员 一同在记者会上展示与介绍 来自于我们小杨苗庇护工厂 还有红闪筛皮革工作室 共同来制作的 那其实可以看到 哇这个看起来都非常有巧思 而且质感很好哦 伊甸基金会常务董事王明雄表示 小杨苗是一间文创型的庇护工厂 能够做出独一无二 充满温度的手作商品 感谢新北市政府这次给予机会 也期盼社会大众能够一同鼓励学员 从开始学习羊毛沾皮革 同时也贩售他们所做的商品 这些商品是充满温度 充满感恩 充满祝福的商品 当然我们也期待 更多的社会的人士来关怀 身心障害朋友们 市长侯友宜就表示 这次的庇护里 最大亮点是清创艇庇护 庇护有清创 在皮革手杖本上 可以看到有质感的烫金图腾 这个图腾是以金沙为意象 汇集了新北在地观光景点 文化产业和特色美食等元素 正代表着新北市的多元包容 以及崭新创意与活力 里面充满着13个地方的传统文化 在新北市处处可看见 所以今天的庇护里 除了我们清创艇庇护 庇护有清创 用新的设计新的概念 让我们的庇护里的这些物品 不但更有质感 也更充满地方的文化 新北市劳工局表示 从第一届开始的初衷 就是希望能够透过新北庇护里 让民众更认识新北市的庇护工厂 也鼓励透过购买产品 来实质帮助这些庇护员工 第十一届新北庇护里 畅游时光皮革活跃手杖礼盒 不论送礼或自用都相当合适 欢迎民众上网购买 或者是向小杨苗庇护工厂订购 电话是86260327 记者杨邦友 曹芳琪新北市采访报道 广告后继续来看QA大书 让我们先休息一下 马上回来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喜欢记录生活 分享生活吗 QA大书3公优频道 提供您一个最佳的平台 楼上楼下到底为什么吵个不停 原来是天花板漏水了 楼上的阿嬷Kipuput 楼上的住户也觉得很无辜 双方到调解会来解决 究竟碰上了房屋漏水纠纷 该怎么办呢 马上来听听看 QA大书怎么说 QA大书帮您来解答 这么快就留言 为什么穿红色 观众朋友我告诉各位 穿红色有原因 因为喜气 现代人都喜欢喜气 而且我今天要讲这种灵异事件 我更需要喜气 我怕嘛 怕什么 怕死 所以我穿红色的喜气 帅 我好几年没有听过这个字了 谢谢你 谢谢 来 我先跟大家讲这个故事 我有一个好朋友 他就很久以前买了一栋中古屋 买了一间 然后呢 他也没有住 他就把它整修了以后 就租给人家 然后呢 他到现在这个年纪了 他想说 他应该可以自己 来住一下这个房子 所以他就把房子收回来 然后呢 他就搬进去住 进去住了以后呢 有一天 他跑来找我 他跟我讲说 哎 Q的啊 我慘了啦 我去买到鬼屋啦 我跟他说 你买到鬼屋 啊 恭喜 恭喜喔 在这个时代 你又买到鬼屋 你我也给你恭喜啊 他就讲说 你又给我恭喜 我就买到鬼屋了 又恭喜 我说你没跟我讲 是什么原因 如果真的有鬼屋 我告诉你 我们要去买问票 让大家来参观 让大家来收钱 对不对 现在哪里找得到这种鬼屋嘛 对不对 他说 我告诉你 真的有鬼啦 我说 什么鬼啊 你也告诉我 哪里有什么鬼啊 台湖鬼是什么鬼 他就很生气说 真的有鬼啦 怎么样一回事呢 他说 到晚上 他们家的地板呢 就会 叩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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就一直叩 叩 叩 这样子 几乎每个晚上都会想 我就想说 奇怪了 现在的时代呢 还有这样的 诡异的现象吗 我就跟他讲说 你再留意一下 看看什么问题嘛 因为你光讲一次 也不准嘛 后来呢 有一天 我这朋友跑来找我 我这朋友小华 然后他来说 老大啊 去那大叔啊 我叫他告了啦 我一想 你又没事 你有发生什么比较奇怪的事情吗 怎么会被告呢 他就跟我讲说 你看 拿着一张调解会的单子给我讲说 都给我告啦 我说不是啦 调解啦 不是告啦 告你 拜托你来丢戒 这是两码的事情 这不是在给你告 我说 他只是告诉你说 你有漏水漏到他们楼下 所以请你到调解会 大家谈一下 怎么处理问题 是 找不到 那个屋主是谁漏水找不到 来这个问题 我到时候 我在私底下回你好不好 当然有方法 要不然找不到人怎么解决 一定能解决 你不用担心 好 来 然后呢 他就这个 到了调解会以后 那个阿嬷 楼下是住一个阿嬷 因为他儿女都在美国 他就一个人 他就讲说 我老顶给我漏水啦 漏水 我之前 有一个年轻人在住 我告诉他 我叫他说 漏水要收你 他就都没在插罩 他没在插罩 我就起到要死 我就晚上有点睡不去 我就折腿去 我就弄 一直给弄 弄我好吗 我现在终于知道 我那个朋友小华 他说的闹鬼 那个哭哭哭 原来楼下阿嬷 拿个竹竿一直撞 我就跟阿嬷说 阿嬷 你拿这锅这样弄 水也是漏 不会有点事情 我们也是要处理嘛 对吧 阿嬷就说 要怎么办 我说没有关系 来 双方碰到漏水事件 我们先确定 是你家的私人管线漏水 还是我们这一栋住户的公共管线漏水 我们要先厘清楚 所以我就请他们双方去找一个抓漏的师傅来看 那抓漏的师傅来看哪里的漏水啊 阿嬷不该知道啊 所以呢 两个抓漏的师傅都确定是 小华他在装修的时候 可能他们的震动啊 机械的震动呢 水管一定是有裂 才会漏水 好 所以呢这个问题在 到了调节后 当然就是维修 那修好了以后呢 怎么办 阿嬷 我跟阿嬷说 阿嬷 阿嬷你煮的 要过去吗 那个落叉的 阿嬷就讲说 阿嬷就把阿嬷出来就好啊 好 这个时候又扯到一件事情了 损害赔偿呢 是以恢复原状为原则 所以我就告诉我小华说 那你就修好了不漏水了 你就把人家的墙壁 粉刷恢复原状 那这样子大家就没事了 结果没想到呢 从此以后 就没听到我这个小华跟我讲 他家闹鬼了 所以呢 是 对不对 这样子解决 你要双方都同意 双方都同意解决的方式 维修好了自然就没有问题了 好 那么今天呢 跟大家讲的这几个观点 希望大家都要记清楚 QA大叔帮你来解答 欢迎你有任何问题呢 在我们影片的下方来留言 但是还是要告诉你一句话 不要忘记 要帮我按个赞 来谢谢大家 我们下次节目再见 谢谢 接着来看宝贝亚 有哪一些地方上的活动讯息 新店十四张历史公园 6月1号开放细水区 规划有水及桶区 相与水尊道 水桌及水桶瀑布区等多项玩水设施 炎炎夏日欢迎民众来这里消暑一下 大新店监控防护2.0 AI人像辨识及时告警 为您顾家顾点都安心 在想窃盗损失补偿险 每年最高36万元 速洽2917 3939 交通部公路局台北区监理所持续推动机车驾驶训练制度计划 即日起至11月30日 参加驾训班机车训练并考取驾照者 补助每人训练费1300元 新北地区名额共计6200人 为了鼓励身心障碍朋友发挥绘画创作才艺 新北市自闭镇服务协进会办理第27届 爱在画中身心障碍者巡回画展继艺术创作活动 详卡02-8985-7688 新北市立图书馆时定分馆 7月份每周三下午4点 开办百变歌仔细时定讲座 内容包括拉内台湾歌谣艺术赏息 时定Monday小博瓜等等 欢迎民众参加详卡02-2663-1354 以上的新闻内容 可以想我们要画面上的QR Code 到大新店有线电视的YouTube 脸书粉丝团以及官网上查询点阅 感谢您今天的收看 我是张门奇 我们明天同一时间再会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